好 至于我们来看到柯文哲的部分 最近就被观察到民调有点往下掉 毕竟从10月份开始抛出了蓝白要来谈合作之后 柯文哲的态度让人越看越生气 因为态度真的是太反反复复了 这也让国民党的支持者怒火中烧 说好的两党结盟现在变成了隔空交火 今天还直接当场开战了 柯文哲态度一变再变 恐怕也跟他身边的女人们有关系 包括了像是柯妈妈 还有柯文哲的妹妹柯美兰 甚至还有他身边的像是黄珊珊等人 都被认为是民众党的驻战派 蓝白和谈到落下男儿类 柯文哲连话都一度说不下去 时间点就在15号蓝白协商的后一天 柯妈妈心疼柯文哲的眼泪做妈妈的认为 协商一开始就是不公平 迷失会谈柯文哲吃尽了亏 现在是谈你知道 一定是党对党 一组人谈 我现在是一定不要一个人跟他们谈 就被人家逛了 15号才刚写下历史篇章 三天后撕破脸 各自开记者会 民调3%争议蓝白形同陌路 但一还点出是因为柯文哲身旁有许多人 立场趋于主战派 一个政党的走向被几个女人牵着鼻子走 大概不予置屏 亦有所指亲友团的意见 柯文哲全都听经而立也放在心里 就连妹妹柯美兰也曾经为了柯文哲落泪 认为哥哥分不清楚好人与坏人 但这也被兰影拿来大作文章 柯家人则认为又被泼脏水了 我觉得其实这就是污名化 我觉得我们哥哥其实只是平权的主义者 也就是说其实男女都是平等 每一个都有他的发言权 然后每一个都是被尊重的 所以我从来不认为说他是被女生带着走 柯文哲态度一变再变 让蓝银有机会见缝插针 两党从大笑大团结到隔空放话 谁先让步都还是关键 靳新闻综合报导 立刻下载静新闻APP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 尽善尽美 静好新闻